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了他惊人的绘画生涯 这是制作表格时很好用的Excel 但是你知道他还能拿来画画吗 来自日本的库列先生就是Excel画画达人 他拿出一幅又一幅的作品 花朵 山水风景 热闹祭奠 几乎没有什么能难得到他 从事设计的库列先生在十多年前退休后想找点试作 但是他说自己其实有点空门 不想花钱从事休闲活动 于是他把目标放在原本就在用的电脑上 从省钱开始的小娱乐 库内先生似乎找对的方向 他没有再用什么其他外挂程式 很单纯的就是从Excel里能叫出来的各种工具 加上滑鼠就是他的画笔与颜料 加阴影加渐层 火山爆发也能画 这种东西是一种一种的发现 现在是很简单的 我从Excel里要描写的 从2000年开始 目标建立了 10年间 普通人的感受力量 从画中得到莫大的成就感 促使库内先生的创作 完成度 复杂度越来越高 更在2006年得到科技网举办的电脑绘图奖 库内先生就这样自学诚诗 从门外汗一路画到开展览 作品简直就像是用绘图软体画出来的一样 现在库内先生除了持续创作 还在礼民中心开课当起的老师 报名学生以预期人数暴增一倍 让他成了日本知名的 银法Excel艺术家 像最近几年都在喊说 医护人员不够或照护人力不足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平台上面合作的专业人数到底有多少 过去为什么说在传统这个 照护人员市场没有办法留住人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比如举个例 比如说像主人你是非常熟 你可能才四五十公斤 四几公斤 那可能过去传统要求你去 照护个八十公斤的伯伯 那怎么抬得动 怎么办 因为有时候要照护的时候 真的是必须要把它撑起来 或怎么样 可能不只要抬他 还要背他 有些是比如好奇的撑楼 你要背他下楼 你可以想到困难性 很多照护人员 因为过去机构你没有选择 你遇到这案子 你就必须好好去服务他 就服务他自己都受伤 把他去照顾别人 就变成自己要变成 或者他被照顾 所以这导致的流失率非常高 但为什么照护人员 会愿意上我们平台 其实有过去 我们大概刚好十二月份 一般台湾照顾服务员 月薪差不多是三万多 我们是一个月 会有两次结算周期 就十五天 十五天结算一次 我举我们这个月好了 这个月有一个周期 我们的照顾服务员 就领了三万多 一个周期 所以它一个月的月薪 有将近差不多六万多 所以第一个在薪资方面 我们这边的照顾服务员 他能获得比较好的薪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提供 让他自己去排班 弹性去排班 过去在这个市场上 他薪资的第一原因就是 他可能被绑住了 对 被绑住了 那再来是 他可能也许有其他时间 但一直没有办法 没有其他的案源 对 没错 我昨天非常聪明 那我们这平台就是提供 他可以自己 把他时间排上去 然后他可以选择 他要的就是服务的按下 弹性跟自由 不过很多的消费者 可能共同的一个疑问就是 好 都说会有专业的人员 这就是所谓的专业 到底这个审核机制何在 你们平台是怎么来做的 OK 像我们照顾服务员 我们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核 除了说他有基本的 政府这个比如说 上课有9小时的 结证书之外 那他可能还要提供良民证 良民证确保了什么 他没有犯罪记录 那还要体检表 他要有鼻肝 胸部X光 确认他自己本身没有问题 我们才能让他去服务 我们甚至邀请到就是 可能在这一届 他是之前 创始基金会的院长 也邀请他加入我们 就是来把关这些招服人员 确保他们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才能安心的 让他去上线去做服务 我们有个客户 黄先生 他是建设公司的监工 他爸爸需要洗肾 大家知道洗肾病人 是全年365天不能停 然后他就是135 早上每天早上9点多 送他爸爸去洗肾 他在赶去公司 赶去公司中午12点多 大家在休息的时候 他赶去洗肾 把爸爸接回家 大家可以想 他是一个上游老笑而小的 可能很多人问说 他为什么不去请一个 比如说外企看护 又或者是所谓的 那个长期的台湾照顾 台湾的看护 第一个 外企看护其实申请要有一些 八十两宝等限制 然后他不符合这个资格 你说请那种24小时 他也不需要 他爸爸去洗肾 可能只要3、4小时就好了 他不需要 可能像请台湾这种专业看护 要花一个月要差不多5、6万 对 经济负担也很大的 他当建工一个月薪水 5、6万一金 他也有5、6万薪水不错 但如果他照顾爸爸 薪水都付出去 他就没有办法养价 对 然后后来透过我们平台 他预约我们平台 他一个 他每次大概只要 就预约3个小时 4小时 每个礼拜1、3、5 他一个月只要花1、2万块钱 就可以解决他所有问题 然后后来找我们符合 然后他整个完全就释放 他说他在望大海中 遇到一艘船让他上去 然后觉得 这特别打算要感谢我们 我们今天访问了 两位的夜角 和这些范例 其实给我们一个想法就是说 其实赚钱是一件事情 当然都希望能够获利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帮助长者这件事情 也是功劳很大的 解决很多人生活上面的难题 我们也希望这整个 引法经济能够更加的蓬勃 让民我老之路 都可以活得更加的精彩 好 今天非常谢谢宗欣 来到我们的现场 也谢谢您加入提关点 我是张开文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